万里区除了有美丽的海岸线以外 其他地方几乎都是山区 因此区公所在进行下乡关怀 以及物资捐助等行动时 碍于车辆老旧执行上有困难 好在有民间团体的爱心帮忙 捐赠一辆四轮传动的车辆 给公所使用造福地方弱势民众 万里区有山有海平地较少 每次公所要执行地方关怀 以及看灾的时候 老旧的公务车辆实在是很不给力 尤其是上山的时候 像是去年台风堪灾 就让公所人员相当困扰 好在有南港浮轮社献出爱心 捐赠一部车辆来让区公所使用 感动到一些周遭热心的一个人士 尤其是南港浮轮社这边的部分 因为他们希望说 他的建筑的部分应该看得到 未来在做什么 所以他们希望说 我的建筑的时候 后来就问我们万里区公所 我们希望能够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帮忙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的车子老旧 有时候山上的部分 那因为要去看老人家 那个都有一些比较危险 尤其那坡度 跟那个整个又下一天 甚至风灾 也需要一些救灾的一个这样的车辆 新车是一辆四轮船动的车辆 不但马力十足 也可以承载更多的援助物资 让公所在探访山上的赌居老人 可以更便利也更安全 在去年苏敌的台风的时候 我们上山看灾 我们的车子没有四轮船动 所以有些地方呢 我们也不大敢上去 造成一些救灾的一个可能会延迟 这样我们就很需要这样的车呢 能够早把道路清除 然后更早到达灾民所需要的一个协助 跟救灾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部分 这台车的功能是除了关心老人送物资 还有可以做我们救灾 甚至一些平常机动性的支援 对我们幻灾区公所 是一个很大同仁的一个鼓励 这辆关怀福利车 平时除了探视独居老人运送物资以外 必要是也会用做灾情勘查 以及公所各方面的机动援助 造福更多地方的弱势民众 介绍讲万里长报道 好